我们要介绍的是大一维积分的课程 那么介绍大一维积分课程之前先了解 为什么要学大一维积分 哪些人学大一维积分 理工学院当然学大一维积分 这绝对可以理解 科大的工科学大一维积分 商学院用到数学 所以商学院用到数学 科学科系用到大一维积分 有些你想不到的也用 当然中文系是不用 一些文科的是不用 如果你是理工科系 你的一上学维积分上 你的一下学维积分下 你的二上是公数 公数的全名是工程数学 工程数学上 这个更难 超难 试学级都很重 但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 是这两个字 党修 这党修的严重性是 如果你维积分上没过 你就不能修维积分下 那你们不能修维积分下 你一下就空了 所以你要等到二上才又去维积分上 你就晚一年 如果在第二次 被当第二次 你就晚第二年 这个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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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被党三 但是 就会被积分下